纾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疫情严峻 还要经营促餐场馆 纾困 让您喘口气 金融市促餐场馆经营业者 土地租金每月减收50% 权利金最高减收35% 补助时间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快拨打各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电影来看 全国防疫警戒降到二级 金融市开放餐饮业内用 一大早金融庙口的店家 已经准备好隔板十连制 等待民众来用餐 金融市场林伍川也特别前往 宣导这加强版的十大防疫指引 金融庙口恢复营业 虽然不是用餐时间 但有了摊位前出现大牌长龙 民众说真的等了好久 终于能吃到美食 动线就保时色交距离 然后大家都有戴口罩 不然平常都吃你 可是两个月没有吃就很乖 店家从一大早就忙里忙外 该有的防疫措施 两造一套隔板水连制 一个都没少 他们如果觉得没办法 他们就外带 带走回家这样子 所以外带比较多 外带比较多 第一天都这样 对对客人还蛮守规矩 今天早上到现在 这个生意怎么办 就三分之一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外带比较多 降级后 金融市长林优昌 亲自到庙口消费 不但鼓励民众自备 环保餐和外带用餐 也亲自体验在隔板座位上 内用点餐 接下来要用餐 也希望大家在用餐的时候 就尽量 因为口罩拿下来 就大家静静的吃 那不要边吃边交谈 所以我想大家安心消费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规定 就希望大家也能够遵守 那吃饭的时候或者吃 小吃的时候 就安静的吃 然后不要边吃 边聊边 金融市政府宣布加强版的十大防疫指引 市长林又昌呼吁民众无比遵守 让好不容易得来的降级 能够保持下去 摊商还有包括我们的菜市场 鱼市场都是两兆一套 做到最高的一个规格 第二个是我们基隆的疫苗的施打率很高 我们已经突破三成 已经到了百分之三十一点四 那另外是我们就是把场所的防疫的作为把它做到彻底 所以刚刚有说两兆一套把自己防护好 然后也让整个场所的一个防疫的措施能够到位 所以我们在庙口准备了十大的防疫的指引 我相信这个也可以成为其他县市 在夜市或者是在这个防疫的工作上的一个指引 不只民众担心 又店家不敢开放内用 就怕增加传染风险 降级之后就庙口采取分流 民众可随时来吃小吃 稍微放松透透气 但该有的防疫得注意 千万别掉以轻心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另外原定7月24号开放基隆雨 但受烟花台风的影响 岛上有许多设施严重的受到损坏 码头也堆叠了大石块 基隆市政府立即进行灾后抢修 预计8月时候开放 全国疫情警戒降级 但碧沙鱼港游艇区却是空荡荡 原定24日开放登岛的基隆雨 因为烟花台风影响而延后到27日 但现在岛上有许多的设备被台风吹坏 不只许多大石头堆在码头边 影响到船只靠岸 而岛上部分步道也被摧毁 现在市政府宣布将暂停开放登岛 进行灾后复建工作 那我们整修的一个工程会从7月26号到8月9号来进行整修 那我们会在今天同样的去开放业者来经营这个落岛的一个行程 那登岛的部分 跟大家说声抱歉再缓一下 等我们把这个航道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把它排除之后 我们预计可以在8月10日来正式开放民众登岛基隆雨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进行总量的一个管制 每日登岛的一个总量会降载8成 也就是上限会定在960人 那船只的一个载客数也会降载为8成 另外相关的一个防疫措施 我们会依照指引来落实 而降级之后 金融市政府进行后疫情旅游观光规划来振兴产业 民众只要透过线上购买 就可以取得票券QR Code进行消费折抵 达到临接触的防疫安心旅游 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店家总共有40家 那这40家的店家就会来配合我们这个QR Code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智慧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希望在后疫情的时代 在振兴观光的这个部分 首次先推出这个线上临接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未来等到我们的疫情越来越平稳了 我们也希望带着这样的优惠到基隆来做线下的这样的一个消费 那这一个平台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智慧型的手机 我们把观光资讯还有旅游的优惠 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里面 所以不管是店家或者是游客 他只需要透过这个智慧型的手机 就可以完成旅游跟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 所以十分的便利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合 让我们的店家在这一波能够在疫后能够有一些商机 迪欧卷27日正式开卖首波推出了买千送百满百送百活动 基隆嘉宁正好满一个月 市政府拼防疫也要振兴后疫情的观光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而疫情警戒降为二级 七堵区中心的信仰中心沁济公也开放让信众 入庙参拜 欺读骂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在场就发放自己设计的炒口罩给信众和民众 提醒大家基本防疫不要松懈 做好个人的防疫措施 7月27号开始疫情警戒从三级降为二级 七堵区中心的信仰中心沁济公也开放信众 入庙参拜 欺读骂 信众们都非常开心 就会带我来拜信 感觉到 拜拜啊 现在可以来拜拜你觉得什么 现在可以拜拜 今天奉奉献一些钱啊 谢谢谢谢 大哥也会来拜拜觉得很开心吗 开心的很开心的很开心 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禁忌公除了在入口处持续量体温酒精消毒 并且实名制遵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定之外 也会控管入庙的信众人数 并且暂时不开放民众直角 也就是拔杯和抽签 减少意外传染的可能性 签啊 因为还有人员的管制 我们本宫还是会注意这 真的如果超过30个人以上 我们本宫就会采取分流跟限制 我们尽量请民众呢 也不要人里面尽量人不去拔杯去拔杯 以免这个传染的问题 希望大家共同来遵守 机动室议员杨秀玉也特地在现场发送自己设计 另有七斗骂卡通版肖像 写着我是欺读人防疫最认真的炒口罩 给信众和民众 提醒大家基本防疫不要松懈 还是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做好个人防疫措施 我想今天应该是我们防疫这两个多月来 从三级降为二级的第一天 那秀玉今天也特别到我们 庆祭宫这边妈祖来祈福 那我秀玉也特别做了这个防疫口罩 我是七斗人防疫最认真 那也因为我有特别来跟我们的妈祖来祈福 保佑我们七斗的乡亲身体健康 祝入平安 谢谢 另外亲机公也表示原本庙方每年举办的 普渡日期和原本计划庆祝建庙 六十周年庆的活动 也都因为疫情延期提醒信众们注意 农历幅度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不是有做一个调整 本来我们是每一年的 第一个七月第一个礼拜 或者因为疫情 我们改在今年的七月二十九 最后一个礼拜天 我们本来七月三十一号的六十周年庆 我们也改在十月二号来举办 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 和大家能祈福平安顺利 我是七斗人防疫最认真 切斗马必有我们大家 平安顺心加油 而为了要协助放无薪假 或是停班的民众渡过难关 为在新一区一五路十九号的新鲜小吃店 也加入了国民党提倡的爱心待用餐服务 其实这家店是由人寿里里长林东宝开设的 没有疫情前就已经提供老人和弱势族群共餐的服务 深受黎明肯定 为在新一区一五路十九号的新鲜小吃店 日前加入国民党倡议的机动室 爱心待用餐的店家服务 其实这家店是由新一区人寿里长林东宝开设 在没有疫情之前 就已经提供里内老人和弱势族群共餐的服务 65岁以上老人家一餐饭只要付30元 就能够吃到价值75元的便当 而弱势的中低收入民众 或是肢体残障里民一餐饭只要付10块钱 同样可以吃到价值75元的便当 宣受大家肯定 本店有因为我是本身是里长 然后又开那个刚好那个小吃店便当 然后我们里民我们已经做了七八年了 就是里民只要65岁以上 那个付30块 我们有应单子 那如果是中低收入民众或者残障的 只要10块钱 然后政府有补助那个残障的跟那个65岁以上的长者的那个 那个餐位 那就是老人共餐 我们已经做了七八年了 谢谢 一般如果像这 身障人士的话 只要付10块钱 你们就给70块的便当是这样 身障人士只要付10块钱 就可以领那个 我们一般外面都卖75块的便当 就照那个75块的便当的那个 混量给他们 那65岁以上是30块 也是一样可以来领这个 因为我们本身有应那个单子 然后让他们来领这样子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从7月27号开始 调降疫情警戒为二级 国民党为了协助放无薪假或是停班民众度过难关 特地找上人寿里长林东宝一起合作 爱心带用餐的服务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政府协助纾困 除了提供轻创贷款利息补贴延长12个月外 也针对了中小企业防疫喘息 提供了1亿元及100万的创业融资贷款 还有5年的利息补贴 希望帮助受影响的中小企业及青年度过疫情难关 基隆各有家店坚持用健康食材没有添加剂 创新研发是他的经营准则 它也结合一样基隆的海藻 还有埔里的玫瑰 还有包种茶 然后还有桂花 所以这款蛋糕现在我们目前 就是宅配生意是最好的 疫情冲击 基隆创始店也在这波疫情中受到影响 店门开放式的设计 让人和面包店没有距离感 但不说您不知道 王兆峰的创业之路走得辛苦 还好政府提供圆梦贷款 让利息由政府补贴 这一波疫情 因为这一年其实 去年跟今年都遇到两波疫情 其实对我们这些商家 其实影响都非常的大 那也很感谢市政府 让我们这一个圆梦计划 它的利息可以让我们再延长一年 让我们让这一波疫情 可以让我们舒缓一些 我们这些商家 然后店家 然后我们创业其实真的很辛苦 利用50万贷款来装修店面 融入基隆在地的特色 坚持健康面包 渐渐差量自己品牌 因为中山桥是基隆一个大的地标 那我希望大家来买面包之外 尤其是外来客 还是以后游轮观光客 可以知道 我们有一个纪念性的中山桥 在我们店里 所以我们店里 因为这个圆梦计划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开放式的样子 市政府过去针对20到45岁的青年 他要来基隆创业 那我们有推出了青年创业的贷款 那这个也是有做利息补贴 那因应疫情的关系 许多青年的新创业 那也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市政府这边 主动把利息的延展 从24个月延长到36个月 让青年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的事业 度过这关疫情 疫情期间 除利息补贴延长之外 政府也提供了100万元创业融资和5年利息补贴 同时针对中小企业防疫喘息贷款 金额是1亿元 市政府这边有与银行合作 我们有推出1亿元额度的中小企业 纾困传息贷款 那如果说企业的经营上面遇到疫情的冲击 那需要资金的周转 都可以来市政府这边来申请 那公司行号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到500万元 一般的行号可以到100万元 那这个申请相当的简便 利息也是比外面的银行来的低廉 那如果说企业有需要的话 欢迎随时跟金融市政府产业发展处来联络 从金融创业斩电到台北 青年创业真的不容易 有政府帮忙加持 让王兆峰步步为营享受封锁成果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 减切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纾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排照税 娱乐税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 24224897 第四届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推出摄影玩家组 你的手机有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都可以上传官网报名参加 网友按赞最多前50名作品 将获得奖金及神秘礼品哦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 即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 基隆是一座进步 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 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 活动官网 欢迎回到中央新闻 现场 你有听过基隆八景吗 其实基隆还有更多 美丽名人的地方值得欣赏 因此由基隆市政府 主办的美丽基隆 影像创作比赛 今年新增了摄影玩家组 只要上传 与基隆相关的照片 说明什么是基隆独有的 就有机会获得奖金 更开放网络票选活动 让民众票选心目中的 理想作品 迈入第四届的美丽基隆 影片创作比赛 每年总是吸引许多 影像创作者参赛 作品水准也逐年提升 今年除了以 A City Full Of 作为主题 分成影片 摄影两组进行征集外 更新增摄影玩家组 只要上传 与基隆相关的影片 说明什么是基隆独有 就有机会赢得奖金 另外今年也增加了 网络票选活动 让民众票选心目中的 理想作品 选出最具基隆代表性的 新十二景 投票民众还能参加抽奖 我们也会有这个网络的 这个票选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大家都知道基隆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过去呢 也曾经有很多的景色 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样的一个景色 所以呢 过去曾经有基隆的八景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的 摄影的比赛呢 能够选出新的基隆的八景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呢 我们今年呢 希望能够再让 这么有特色或漂亮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这个城市呢 能够增加新的 这个值得 让大家来欣赏的 这个地景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 希望能够选出 关于基隆的十二景 就是你心目中 最漂亮的基隆 是长什么样子哦 这项总奖金高达48万6千元的 影像创作比赛 影片征集部分 从即日起到8月15号为止 照片征集 则到7月31号为止 因应疫情 这一次投稿作品 不限2021年创作 只要是2020年起即可 影片长度一分钟以上 就可以投稿 邀请全国民众 用不同角度 来呈现这座港都城市的魅力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有百年历史被列为 全国十二大的地方 庆典之一的 金融中元祭 决定如期举办 不过主办单位 将采取加强版的防疫措施 限制科宜进场人数 落实实联制 至于放水灯花车游行 则确定没有表演 不下车 不封街等 希望在避免群聚的前提下 顺利完成这项 百年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 这项传承百年的 传统文化活动 金融中元祭 每年总是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下 即使中央降为第二级 主办单位仍决定采取 加强版防疫措施 也就是刻意照常 不过限制民众进场 以及落实实联制等 其中重头戏 放水灯花车游行 将采取没表演 不下车 不封街等方式 以减少群聚机会 那我们以传承为主 刻意照常 但我们会减少民众的参与 的人数 以及这个拉大 兼聚为一个原则 在各项刻意的部分呢 我们不开放民众入场 那除外在放水灯的活动 我们不徒步游行 也不进行表演 那也不封街管制 那有下面几点措施 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 我们所有的一个作为 会以二级警戒 加强管制 这样一个措施 跟标准来进行 第二个 我们还是会落实 食联制 量体温 然后酒精消毒 并且会妥视地规划 民众进出的一个动线 而且要全程佩戴口罩 第三是禁止饮食 第四 我们已经跟各中卿会 大家经过讨论 这个各中卿会参与的一个人员 会先擅置名册 并且由文化局来自发识别证 那没有佩戴识别证的人呢 一律禁止进到科医的场所 引斗登 我们会以车队的一个游行为主 那没有徒步的人员 并且依照中卿会的一个共识 今年各姓氏的斗登 除了祖朴姓之外 不安奉 不进入这个清安宫来进行安奉 另外对于普渡击败 金融市这种方面也提出防疫指引 包括室内及户外的间隔距离 祭拜不辞相等 今年各里办公处 不主动举办普渡 由里民家户 在家准备共评 来自行办理 第二 有关于社区 接锅 或者包括工业区 机关 以及团体 所举办的联合普渡 在科医祭拜的部分 需要指定负责人 或者主记者 一人 那由主记者或者是这个指定的负责人 来进行这个主记跟祭拜的这个仪式跟动作 那民众参与的部分呢 需造册 并且依中央防疫的一个指引 在户外的话间隔一公尺 室内的话间隔1.5公尺 那民众的祭拜呢 以徒手不持乡的方式来进行 那有关于占卜共评的一个处置方面 如果是有主办单位的话 我们鼓励采取事先登记的一个方式 那统一购置 集中摆放 那祭拜之后呢 共评鼓励由主办单位 以防疫的一个指引来分流发送 或者也非常鼓励 来赠送给我们这些比较弱势 等等的一些公益团体 基隆市政府与中庆会方面期盼 透过加强版防疫措施 让这项被列为全国十二大地方庆典的 基隆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能够不受疫情影响顺利传承下去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